整個半導體會帶動5G的發展 AI的發展 電動車的發展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產業鏈 確實台積電這樣的一個技術的突破 讓我們的這樣的半導體產業 在全球變成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產業 大家都看到最近國外的車廠都在抱怨 因為沒有車用晶片讓他們停產 包括美國、歐洲、日本 都來急著跟熱鍋上的螞蟻 都希望說能不能提供給他們這個晶片 都特別提到台積電 事實上台積電的客戶 其實是這一些中間的這一層 包括Bosch、NPX等等這些公司 他們再去提供給車廠 台積電的客戶本身 其實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就降低訂單的採購 那到四月的時候台積電就發現說 這個車用晶片之外的其他的產業 其實都沒有降的這麼多 而且甚至看起來需求都很活躍 所以台積電其實有市景 說訂單不要再少了 否則你如果追加訂單 可能會排得很後面這樣 那這個就是 為什麼現在車廠急著要訂單的時候 不容易挪出來 因為台積電的訂單就 滿手的訂單 半導體設備的這個市場 Market 最大的關注點就是台灣 因為光有台積電 再加上其他的部分 那每年會採購的金額 那不得了2.7兆左右 非常高的一個金額 那這些採購金額裡面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加大是國內的採購 所以我們最近也在探討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把這樣的一個供應把它群聚起來 把半導體的材料或者相關的 可能不是大的設備 而是這些零組件設備 讓它有一個園區 讓它有一個園區把它群聚起來 我們現在積極在 希望能夠往高雄來發展 我們會想盡量來跟高雄市政府談幾個地點 白埔 還有橋頭也好 或者是路主 因為台積電一直在擴產 那所以呢 接著的其他的也會擴產 那所以這個供應鏈就要增加 所以這個供應鏈不管是國內的供應鏈 或者是外商在台灣的供應鏈 它都需要再增產 甚至台積電都跟我們講 就是我們的國內廠商 它第一個它也很樂意來培植 就是就地來供應 因為就地供應對它來說方便 那如果能夠達到它這樣的品質 那也同步帶動台灣的產業的發展 像你這個晶圓製造的材料 你其實也有氣體對不對 各式各樣的氣體 還有這個製作經驗的各種上游的這種 相關的這個精密的這些材料等等的 即使是七奈米好了 它有一些的材料 它其實是替代性消耗品的 它也是需要做這樣的一個supply 所以這樣的一個供應體系 它其實不見得只能供應給台積油 它其實還可以供應給其他的這個廠商 它其實還可以供應給其他的這個廠商 感谢观看